大家好,我們是第24組 我們的組員有王正浩、潘金森、丁旭涵 那我們final project是針對UR加FIFO做優化 那我們URFIFO的目標是 第一個是避免平房中斷 然後提高吞吐率 第二個是避免數據丟失 如果沒有FIFO或者是緩衝區的長度 只有一個字節的話 那麼在過程中接收會發生中斷 那就是每次收一個字節的時候 我們的數據就會中斷一次 這樣平房的中斷會佔用大量的CPU支援 那另外如果沒有即時的讀取走數據的話 那下一個字節的數據將會被覆蓋 那我們將會造成數據流失的情況發生 那發生這種情況的機率通常會發生在這種通訊速率較高的場合下 那因此加FIFO可以大大改善整體的速度和正確性 那簡單來說 UrFIFO可以連續接收好幾筆資料才中斷一次 然後一次處理 來藉此提高接收的效率 那我們遇到的問題是 如果沒有達到指定長度 會無法中斷 那如果FIFO的數據沒有達到指定長度的話 那我們是會有超時的中斷功能 加入這個功能 那也就是在某段時間內沒有接收到數據時會自動中斷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把不足以中斷FIFO的數據量給讀出來 那我們解決方法如下 就是用counter數到某個數量的coc之後 強制interrupt 那下面這個圖是我們的UrBlockDiagram 那我們這個UrBlockDiagram 包含第一個是 Ur的Transmitter跟Receiver 第二個是Transmitter的FIFO跟Receiver的FIFO 第三個是BowRate的Generator 那大家看這個圖 最左邊這個是 我們使用Wishbone Interface 將CPU收到的Data ADDR跟Clock傳入或傳出 那中間這兩個Transmitter Transmitter FIFO跟Receiver FIFO 會將輸入和輸出的資料做緩衝 並傳出FOR以及EMPTH的訊號 和周圍的Wishbone Interface 以及UrTransmitter或UrReceiver做協同 那這個是FIFO的Function 寬度的話是FIFO Data Size 指的是我們儲存的數據寬度 那深度的話是FIFO ADDR Size 是指位置的大小存存多少個數據 然後還有滿標誌Ball 數據滿了以後就不能再進行數據的寫入 空標誌Empathy FIFO為空不能將數據讀出 還有寫地址 Write ADDR 是數據寫入該地址 讀位置 ADDR 將位置上的數據讀出 還有寫數據 WriteData 寫入的數據 讀數據 RData 讀出的數據 是讀出的數據 那以下是我們的Register的Specification 那地址的規格如下 isdata是32has3000000 tsdata是32has30000004 statsregister是32has30000008 好下圖是我們整個project的全部的Ball diagram 這是經過我們合成完的這個Ball diagram 好這樣是我們的Performance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比較有FIFO跟沒有FIFO的效能的差異 好這張圖是沒有FIFO的部分 然後因為沒有FIFO的話 CPU必須用慢速的clock 用傳遞為RT的資訊 可是這樣子就會造成CPU會Store住 所以我們用FIFO加入FIFO來提升它的效能 就是當它接收完資料 用高速的clock接收完資料後 然後再慢慢把URT送出去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執行其他的動作 不會被URTStore住 好這張圖可以看到右下角的部分 就是我們沒有FIFO的話 它會必須先執行往其他的層次 然後再慢慢執行URT傳遞從0到8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樣的效能非常的慢 所以我們使用FIFO的方法來提升效能 這張圖就是我們已經加入FIFO的話 然後可以從TX這個波形中可以看到 就是當CPU可以用高速的clock 把資料傳進FIFO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執行其他動作了 然後如右上部分 就是我們在執行 那個QSORP FIFO跟矩陣乘法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URT並行執行 這樣就可以提升我們的效能 然後這個部分是我們從URT傳送0到100 然後來測試我們的效能 好這張圖的部分是我們接收一筆資料的時間 然後一筆資料我們會花141.375US來傳送 所以總共傳送時間512個character的話就是 141.375乘上512會等於72384μs 好這個地方是我們把我們的call放上FPGA上面去跑 然後這個部分可以看到上圖的部分 我們傳送一個Hello的character 然後可以在FPGA上面正確的讀到 然後下圖則是我們的MPRG部分 可以看到我們最後的位置會落在5100開頭 代表我們程式已經結束了 好這個地方我們來評估我們的效能 就是我們傳送的Message Lens是512 然後所以我們的FIFO的深度也是會射512 就是讓它一直執行 不會有聽者的狀態 然後Latency 我們是原本沒有FIFO的部分是534195.2μs 然後當我們加入FIFO後 效能會提升到72384μs 那Metric部分 我們用72380s是μs 減掉500乘上9600分之1 然後9600是因為我們是Borex 是設9600 然後最後會得到20300.6μs 好這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